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这种语气的 就是说萨德敢不敢谈 萨德敢不敢谈 然后又是谁谁谁爆出个名字敢不敢谈 我整天底下看见的都是这种鸡血贴 崔永元敢不敢谈 转基因敢不敢谈 是吧 好 敢谈 就谈谈这个萨德 对吧 咱们国家态度是什么 反啊 抵制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啊 然后不是最近最新的是那个标语吗 都骂娘了吗 就跟过去反日啊 反什么都不太一样 最近的标语是特别的简简洁吗 不知道怎么 香港媒体的叫问候先人方式 对 香港人对这事最熟 徐老师 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个群众运动波澜壮阔的一个一个画面啊 这就孩子们已经开始这个喊喊喊口号 要这个抵制乐天 你可以看看这段视频 看孩子们都少买乐天零食了 乐天的在各地的这个超市 有的就是关门啊 当然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啊 你再看下边 这个你看韩国商品已下架 你再看下边 这个 这就是你说的 问候先人了 对吧 韩国人也是很重视祖宗的 所以相信这个是会能打击到他们的 你也不写个韩语的人也看不懂 不是 不是说什么端子杰啊 李白都是他们祖宗嘛 然后你再看下边 嗯 哎 乐天支持萨德 马上滚出中国 这是你看乐天马特啊 这个 在下面 哎 好 这也挺逗的 我发现这民间呢 说俄罗斯电视台说了 说您要说这萨德多么狠 让对咱们威胁多大 是吧 说是俄罗斯现在在远东 部署的这个雷达啊 能够监控全部的中国 包括南南部的中国 中国南部啊 然后就说俄罗斯电视台 我不知道是不是吹牛啊 说俄罗斯电视台报 就说他们这个雷达 中国境内啊 飞起一只苍蝇都探测得到 所以这个萨德的事情 其实不是萨德的问题 是萨德的解释权的问题 就这么说呢 你看啊 你要看英文媒体的报道 和中文媒体报道 对这个萨德 为什么中国那么反的原因啊 技术解释是完全不一样 中文报道你看是监控我们啦 又能够什么 就是拦截我们的这个导弹 使我们的核能力会丧失了 英文报道呢 我就我看他们是这样说的 萨德其实他是防这个中和 中城和近城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你中国打这个核弹 比如说咱们说中国要打美国 我要发一核弹 那是远程的 根本就是萨德是没有用的 还有呢 萨德他其实监控的范围 就是韩国人不是一直 其实跟中国在解释吗 他是六百到一千公里 但是呢 他要是就说 他要是打开那个防导弹的 那么一个系统 他就是六百到一千 看不到你中国的 但是呢 八个小时 他就可以改装成一千 一千八到两千公里的 那就能看到你中国 就是东北 整个这个就是这个范围 那么所以 那么韩国人就保证说 我们不会 就是一定是开着那个防导弹的 而不会改装成那个远 就是远程 因为他上面有一个雷达 叫做是那个X-brand 就这个雷达是关键 他就他这个眼睛 那中国人说 你当我傻呀 你这很快能改装成 那我怎么能信任你呢 那么但是俄罗斯这个呢 为什么我们又不反他呢 那中国俄罗斯之间有信任吗 他就相互现在来说 他有信任的话 他犯不着反你 所以这不是萨德的问题 是萨德的信任权 和萨德的解释权的问题 他讲的这个 就背后是美国 所以这几天网上不也是有人在说呢 说咱们这个是不是 把美国产品也抵制一把 对不对 有一个那个学者说了 我们叫一段时间只能恨一个 这个咱们一直是有斗争策略的 这也说的有意思 你不能一起说 对 不能处敌太多 而且呢 过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有什么大会呢 咱也就这事也就会过了的 这主要是表达中国人的伤心 我觉得中国呢 最近的25年呢 觉得跟韩国成了好朋友了 而且也觉得韩国在重大的事情上 比方说中日一有分歧 韩国站在中国这边 对 而且中美的这个力量当中 韩国现在经济利益跟中国更大 所以呢 这个最近25年呢 就中日 中韩之间像 像变成很蜜月了 看这件事情呢 是中国人看清楚了 归根结底还是韩战的格局 就是说中美如果一对抗 韩国就是站在美国这边 这一点就是说怎么来说 就是说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 这个态度就非常矛盾 韩国是我们的朋友 生活要跟韩国在一起 看戏韩剧啊什么东西买那么多 朝鲜仅要关头 仅要关头 生活是你跟北朝鲜没法谈的 中国人现在而且都都贬低 看不起他 去北朝鲜觉得好像是 看我们的过去等等等等 可是在国际战略格局上 今天突然发现 朋友还是朋友 敌人还是敌人 可是你能不能反过来这样理解 就是说那韩国他为什么 跟中国经济利益那么紧 他宁可都不要经济利益了 他要搞这个事情 他又害怕北朝鲜 对他安全更重要 他这个时候也没法 你看那个乐天 乐天一开始 好像14年初这个新闻 乐天不愿意的 他知道我这一搞 你中国肯定会去抵制我的 他在中国24个省 他都有超市有这个业务 那后来呢 当然一个原因他们说 是因为他被韩国政府调查 他本来就是在 在那个李明波时代 就有一些会什么 就是这个这个行贿啊之类的 那么跟现在就是朴槿惠啊 这个什么吹顺时事情也有关系 就在宣布用他那块地之前 之后的一天停止了对他的这个调查 所以说他是跟政府之间 跟韩国政府之间他有交易 因为韩国政府你想想 我这个天天朝鲜那边 这两天他又在发导的 那我到底怎么办 这个你看啊 乐天集团呃 对这个中国媒体和微博 一些虚假信息表明立场 你看乐天还盖了个公章 就是这也发出来了 因为呢就说首先是中国有一个什么微博 有一些自媒体还是什么的 就出来说呀 有还韩国的环球新闻眼 实际上好像据说没有这个媒体 就说采访乐天集团会长新东斌啊 然后呢就说新东斌发了一通话 就是说呀 这个记者问就是中国人抵制乐天 你怎么看 新东斌面露笑容说不用担心 这帮他不是我是模拟他的语气啊 就是他们呢非常试快 没有骨气 没有血性 我们降价他们就买 根据以往的经验 他们最多抵制一段时间 就像瓜振锋 说到这儿新东斌对着镜头哈哈一笑 说就像superstar k5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里边的作秀啊 说装模作样 激情自射 等那一阵激动劲过了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们只要打打折 他们就会像捡了大便 不是 他们就会像捡了大便 不去 大便宜 他这个字 便在这 大便宜似的 捡了大便 蜂拥 蜂拥而来 前几年抵制日本货菲律宾的水果 结果那阵风过之后 他们的销量猛增 你不了解中国人 他们都非常的识快 我们真的不用担心什么 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 对国家的责任感似乎很淡 说我用掉了再也不续了 但是实际上担心 就要很卡作废 因为你们钱是自己的 所以拼命抢 拼命抢 所以拼命抢 但是要真砸车 砸的也不是自家的车 对吧 这样算得过来 但是现在就又出来 今天 我觉得有的人谣言的特点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然后喜欢勾连 比如说你看 我不知道真相如何 到最后反正是公安方面出来辟谣 说有两个砸韩国车的 说那俩是吸了毒物之后 什么幻觉 搞的破坏 但是因为这个之前 一度被传出 有地方有人砸韩国车 乐天 这都是小事 说实在话 如果不是乐天 韩国也有地方给他 他那个萨德又不是很巨大的东西 几辆卡车而已 一个炮兵脸 他这个道歉里边也算就是公开讲了一下这个论 乐天 就是说你看啊 他主要就是说 这个采访是捏造事实 荒诞不惊 违背常理 虚假信息 但是他下一段话说了 由于韩国政治政策上决定 乐天作为企业实际上没有选择 乐天对中国始终怀有深深的情谊 近年来根据中国政府的政策引导 在开发西部和振兴东北方面 进行了巨额的投资 一带一路做出了巨大的供应 对 在投资还未取得盈利的情况下 主要认 我们还没赚钱呢 近几年公益投入就超过千万元 我们理解目前情况 但对这个虚假信息非常的忧虑 将会向有关机关申请管制和这个协助等等 他要不是给他换这块地 这个新冬兵他就进去了 就已经对他们家都是搜查什么的 但就是因为给了一块地 就第二天宣布 他就是这个停止掉 而且主要这块地非常难找 因为你选哪 哪的老百姓就反对 你知道是为什么 傻子才不知道呢 谁才都不知道 你把这个反导弹子雷达 装在这个地方 那打起仗来 你就是首要的攻击目标 这个附近律石巨坟 一个这个 不是 还有一个他们怕辐射 主要是怕辐射 打过来 他摧毁 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会先拦住你的 现在所以说 他这个反导系统 说还保护不了韩国的首都首尔 所以现在美国人说要再加个炮 在上头 主要是去保障首尔 首尔跟平壤才100多公里 他不用什么导弹 你随便发个大炮就过去了 所以就是即便像徐老师说的一样 就是说你讲几国演义吧 但是问题在于呢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变化到今天 到底还是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的关系 也很难说 这即便是小兄弟 小兄弟听不听使唤 也很难说 你即便不听使唤 有这个小兄弟在也很重要 有时候很难说呀 这个队友的问题很重要 咱们先去一眼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 所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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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他伟大的地方 他们在卫国战争当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牺牲了那么多的人 也是有贡献 然后就等于说 咱们导弹危机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但是古巴的人民 其实就像是咱们当然经常这么说 人民是好的 对吧 就像当年抗日战争也是说 日本军国主义 他煽动日本人 回到那件事情 现在功劳都算在肯尼迪的身上 其实在我看来 功劳很大的赫鲁晓夫 你看 肯尼迪当时是跟他下了禁令的 就是说你的军舰再开过来 我们就是战争 先眨眼的 军舰退回去的 是赫鲁晓夫 避免了世界大战的是赫鲁晓夫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 所以我中国这个事情 都要联系起来看 其实最吓人的一件事情 是Trump Trump在就任之前 说要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他一提出要改变台湾的 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时候 中国很多 我知道智囊团也好 民间也好 知识分子也好 沙盘推演 就是说中国假如 假如说他美国 他要真改变的话 你中国有什么对着 有多少 比如说马云跑去做生意 贸易战 但是你看有什么硬的东西 Trump他一上来 就开始寻找中国的软肋 这个是很明显的 那台湾问题是当中一个软肋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软肋 而且他这个东西 他的升级 不是他一步到位 说我今天就让你台湾怎么了 我就在台湾建大使馆了 他是一步一步的事情 在跟你升级 接个电话了 然后在那边 他就说了嘛 可能要派出一些人去 防卫 就是可能是当兵的 要去防卫他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美台关系部 这些地方 那还有说了 那我要在台湾部署刹的 那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那就中国绝对不能接受了 中国这个朝鲜的事情 已经搞了这么久了 就是一步一步看到 到现在呢 中国也确实也挺被动 但是有意思的是川普 这个川普到现在 对这件事情 其实还没有表态 这个川普政权 要怎么解决他的问题 这个也有人说了 朝鲜的问题 也是川普的政权 最紧要的一个核危机 我觉得你接触 比如说国际政治 这些方面 信息比较多 你比如说 我还就问一个 你看 萨德 现在是不是 肯定是要在韩国装 已经进来了 已经进来了 肯定是要装了 对吧 对 那真装起来了 中国怎么办 你也不能打他 然后中国现在的 最大的还有一个 就是制裁别人的 这个手段 就是经济制裁 经常是这样的 那中国游客是一个比较 就是制裁的这个利器 你可以看到 就很明显 从韩国开始宣布 要这个部署萨德 这个游 就是游客 哗就往下降 他很多办法 他让你这个公务团 不要去了 让你要去增加航班 他不让你停啊 等等这个办法 台湾也是 那个就是蔡英文 他有一些这个言论以后 哗这个 就是他这个 中国游客 现在是中国 对外制裁一个利器 还有就是基础设施建设 所以你看 中国的这个军队 中国游客 也是一支中国军队 是吧 对 还有一个就是 你看 就是那个今天 就是那个两会嘛 王毅外长 不是在那讲吗 他就 我们奖赏菲律宾了 现在 说菲律宾跟现在 菲律宾在跟美国的问题上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啊 说我们现在要跟他去搞 这个 就是铁路建设了 因为他们 我们现在好 可是我们富皇卫视的记者 这个李淼 在日本 他就有个报道啊 这个菲律宾总统 这个杜特尔特去日本建安倍 亲口说了 我去别的国家 其实就指中国嘛 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 当时机到来的时候 啊 菲律宾会站在日本的一边 哎 这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那个菲律宾总统 来北京的时候 中方态度也不是非常热烈 但是 能缓之缓 你明白 因为你已经到处有危机了 所以南海的问题 这个总统 虽然知道他是贪钱 但是能缓之缓 能把南海的 一个时间 能缓一下 我觉得 萨德的事情呢 虽然不能逆转 但是中国的抗议 使得美国跟日本跟韩国觉得 哎 这件事情上欠了中国的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在接下来的 关于朝鲜的整体谈判上 这个就是一个筹码 他这个 你看啊 我看到有的这个微公号 这个分析啊 就是说 就像咱们说啊 有些人呢 比如说 我要是把一件事情的结果 来分析 徐老师 二十年前开始的 我们的交往 我也可以把徐老师说成是一个 如此深谋远虑的人 从二十年前就憋着害我 然后被阴谋布局 太聪明了 但是我有时候也觉得 历史有的时候 是不是这么回事 就大家都有没有那么聪明 比如说啊 现在就有些人就说 说你看出来吗 这个本质上啊 就说英美这些老牌帝国主义 这阴谋啊 太深谋远虑了 就是说啊 我们只注意到西方的这个机器文明 就是他们 你没想到 就是说西方这种文化啊 他们是从小就会琢磨一个机器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注意到飞机大炮 是他们发明的战争机器 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在他们的政治文化当中 谋略当中啊 有一种就是玉埋政治机器 比如说在他看来 钓鱼岛问题 就是当年二战后 美国埋下的一个政治机器 就是说日本有治权 但是主权呢 悬空 你先不提 包括台湾问题 最后为什么表态支持台湾 就是你不能打到台湾来 对吧 好 这就是给你埋伏好了一个战争机器 甚至包括这个南北韩 就是朝鲜和韩国的问题 这是在几十年前 他布局的 就是给你打这么一个钉子 现在这个机器就弄得你左右为难 说得对 然后需要他来 钓鱼岛的问题是美国亚洲政策里边最成功的一条 他有很多失败 朝鲜他有很多失败 台湾他也失败 很多越南他最大的失败 但是钓鱼岛是非常成功 这个成功等于什么 等于当年英国从印度走的时候 把印度跟巴基斯坦根据宗教分开 对 从此巴基斯坦跟印度就是敌人 现在从此中日就是敌人 这个是他的那个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他一直是有这样的谋略 但是有的时候 你像我看一个书讲划分非洲 非洲今天造成的这么大的种族 各方部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很大程度上也是跟当时的帝国主义 他们是没去非洲 他不太了解那的地理 就什么华 华池县 这是这国 那是那国 他也未必当时真的 还有非常华的不好的就是中东 就伊拉克那些地方 有一个名言 说我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 我制造了约旦 他就是喝酒喝多了 划了一条线 对 打了一个阁 就把约旦 所以就是若有益若无益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你看我这有个文章的标题 还要叫什么 就说中国抵制韩国 就是说如果中国人不去韩国旅游 韩国损失到底有多大 就是说看看咱们游客大军 能给他打击到什么程度 但是韩国这两天 他们有人发了说 欢迎来到韩国 一个没有吵闹中国人 还有一个 后来我就问我们 就有朋友就在那边 我说韩国有没有反制措施 对吧 你有没有抵制中国 他说可是韩国人也不买 这个Made in China 很少 他有极个别的情况 有一些抵制但他没有什么手段 比较悲催的就是韩兴了 但是我是说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咱们你看我就孤陋寡闻 我就不知道国际政治的斗争手段 比方说你说像 他们说局势 有的时候真的是时机转瞬即逝 这是波轨云厥 比方说曾经有一个时候 咱们感觉 这个朴槿惠到北京 站在天安门中 站在习主席身边 那个时候蜜月期 感觉一切似乎像在一个 一个幻觉 一个中国 我们都希望美好的生活 经济发展 经济力量的对比的改变 可以改变冷战造成的 或者二战造成的这个大的格局 现在看来这是太美好的一个愿望 紧要关头一来 那些都是水 石头是不变的 水涨潮的时候 石头看不见了 大家一片和平了 一旦出了事情 就像刚才讲的 这个韩国 他一定站在美国这一边 没办法 而且就是甚至于 就是讲这种阴谋论 就是这种所谓霸权的操控力 我一直觉得不知道 这是神话 还是说是真的 因为比如说我在日本 我就听见在日本的话 你不就是小木 李小木 他就会讲 你就很难想象 他说实际上美国一直控制着日本 当然 他说具体到什么 他说具体到 他有很多这种特务情报机构 说你哪个议员 你要是敢 那对美国不利 光机就爆出你个什么丑闻来 包括韩国也是 有一个什么美国的 有关的一个什么委员会 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企业 就韩国这个企业 要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政策不利的话 光机可能你的企业就会爆出贪腐案 什么被被查 这些信息都是谁爆出来的 就是他们掌握着这些情报 在世界各国的很多国家的首都 美国大使馆都是一个非常显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在市中心 而且他实际上的政治作用 就像他的地理位置一样的显著 中国为什么伤心呢 就是因为中国一度以为中国在韩国 也有这样大的影响了 可是现在看来这个 技术手段跟不上很多时候 你看不是新有那个新闻说 中情局通过三星电视去监控吗 你买一台这个三星的这个电视机 上面不是有那个摄像 就我们家就有 其实你只要看着他就在看你 那美国人就在看你 那你可能会议室里面你装那个 因为可以去联网 你关了电视了 他还在看你 他还在看你 拍的都是床啊 对对 我都是躺床上看电视啊 还有一个刚才你讲的那个霸权帝国 就我最近有个想法 其实我们过去看到全世界有很多大的这个帝国的兴起啊 和这个没落等等 最近我在想这个全球化 它其实就是一个帝国 改变不了 但这个全球化的帝国 你看啊 就是咱们就是咱们这么 全球化帝国跟以前说帝国不太一样 是过去的帝国 它都有个君主 有一个意志在那里 我要怎么样 全球化的帝国是没有人掌控的 你看全球化以前输出的最多是这个美国的东西 美国的这个价值观 美国产品 但美国现在反全球化 中国现在要倡导全球化 但你能不能跟上来 中国也是国家利益 对 全球化帝国是没有人控制的这么一个帝国 以后会怎么样 真的不知道 美国的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美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